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杀的人是我 但是这个证据又只向葛代河尔赫 这一箭三雕下来 最得力的人不就是不牧不胎吗 可我们连个证据都没有 如何就能认定是不牧不胎呢 聪明睿智的皇太极 处理国事有刃有余 对于自己的家事 却是如此的糊涂 看来这两年 不母不胎 很是讨你欢心啊 不由然 你能不能就事论事 你现在被他蒙蔽了 一页账目真假不分 我如何与你就事论事 好 你拿出证据来 大可以随意指责他 否则就不要血口喷人 你说我血口喷人 原来我在你心里是这样子的 好 既然这样 那你就不要在这儿待了 去找你的不母不胎吧 不由然 你出去 我今天不想见你 等你冷静下来 我们再讨论此事 劝劝你家主子 爷 哥哥 您消消气吧 您这样 会伤了贝勒爷的心的 他如此偏袒不母不胎 就不怕我伤心吗 我心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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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达林 勇三在 他们在外面吵什么呀 不是说了不准再闹吗 回爷的话 勇才问过了 白银说 偶尔赫附近发烧 想请了大夫 请什么大夫 不知道什么叫幽金吗 是你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 我身为爷的福尽 难道不能来陪陪爷吗 也身来 早点回去休息吧 爷放心 我不会打扰爷的 我就在这里 给爷倒倒酒就好了 难为您了 我知道 爷此刻最想见的并不是我 可我还是谢谢您不赶我走 只要爷让我在这里静静地看着您 陪着您 听听您的声音 我就满足了 那么没关系 还愿愿 我我是不该 我心也要过去 我心也要过来 我心灵散 我心灵散 是你 我 爷您喝多了 我扶您回去歇息吧 慢点 我扶你 主子 您就别跟爷置气了 爷心里只有你一人 是半个别人都装不下的 行了 你别替他说话了 我没事了 他睡了吗 爷睡了 睡在哪儿 爷他 说吧 别吞吞吐吐的 爷他睡在布木布泰附近房里了 服侍我就请吧 不悠然附近 您歇息了吗 是布木布泰附近 不悠然附近 我这么晚来打扰您实在对不住 附近 要不我请他进来 请他进来做什么 他爱归就跪着吧 替我更衣 我知道姐姐不想见我 怨我 但是不打紧 姐姐如果有什么不开心的 就冲着我来吧 千万不要跟爷置气啊 福晋 要不 算了 别理他 今晚我看见爷一个人在书房里喝闷酒 喝醉了 嘴里还不停地念叨你 所以我就在想 姐姐是不是和爷闹别扭了 所以才冒昧前来劝一劝 福晋 他太过分了 够了 我跟黄太极的事情与你无关 你回去吧 姐姐 我们都是伺候爷的女人 看着爷借酒消愁 我真是万箭穿心般的难受 所以求姐姐 去跟贝勒爷 请个罪 服个软 我要怎么做 不用你来教我 够了 有人 你一向聪明伶俐 明辩是非 为何都督这件事情上 如此不可理喻 姐姐 算是我求求您了 别再跟贝勒爷赌气了 你说您这又是何必呢 为什么为了一件摆上钉钉的事情 苦苦相逼呢 如果姐姐觉得 跟俄尔赫福晋一模一样的那只耳环 还不能说明问题 那姐姐身上 和豪格中用剑足 一样的崩浪型伤口呢 为何您不去追究大福晋 却一直盯着我不放 却一直盯着我不放 原来贝勒爷 已经将我重剑伤有蹊跷一事 那你说了 我今日并未跟你提起过 剑足一事 你是如何知道 张尤然的剑足 是豪格所用 我 我 我 不蒙不胎 我真是你 今日悠然怀疑你 我还替你求情我 真没想到 你成福心机如此之深 现场如此狠毒 贝勒爷 不是那样的 你替我给你解释 好 那我就给你个机会 说说看 我 爷 不管父亲的事 都是奴才的错 之前我向科尔亲部 例行通报 我家父亲的情况时 偶尔提了一句 科尔亲部来信 问要不要帮忙 我竟一时糊涂 也没和我家父亲商量 又没问清楚 要怎么帮忙 就私私回信应允了 直到前些天夜里 奴才才知道 科尔亲部 竟然派来了杀手 为了爷 奴才只是写了两封信 并不知道会造成 如此严重的后果 都是奴才的错 就请爷杀了奴才 放了我家父亲吧 吼你个 胆大我为的奴才 竟然打起 不由人的注意了 竟然你一心求死 也成全你 韩大利 在 我们拉下去 是 贝勒爷 多无不太 你干什么 贝勒爷 扎鲁特博尔基吉特不由人 只不过是你养在外庄的小福气 你放着满府明媒正取的福气 连看都不看一眼 一味地专宠那根身份低贱的不由人 贝勒爷 你实在是有失大体 父亲 父亲 你有什么司格说我的不由人 贝勒爷 贝勒爷 从小到大 人人都夸我是科尔庆第一美女 我出身名门贵族 又能歌善舞 可是如今呢 我深爱的丈夫 只有在她的小福气 不理她的时候 才过来看我一眼 扪心自问 我比她不由人年轻漂亮 身份高贵 我只求贝勒爷告诉我 我究竟哪里比不上这个不由人 够了 不二姐及特不由不代 心胸狭隘 允显善度 饶家庭和睦 乱夫妻刚长 责量你三日之内 离开府上 贝勒爷 万万不可呀 贝勒爷 不母不太和小苏 犯了不赦大罪 死不足心 可您若是休了她 或是杀了她 那便是对克尔亲的极大侮辱 一旦如此 您与我们克尔亲这么多年的仇华 恐怕就要付诸东流了 贝勒爷 贝勒爷 求您三思啊 爷 折折福尽所言极事 您与克尔亲联姻事关重大 我现在既然已经平安回来了 就不要让这件事情 再扰乱您的苦心谋划了 我苦心筹划精英 就是为了能让我爱的人 能够顺遂平安 从此不再被人利用 可是我如今见到你 被人侮辱 求我怎么忍 不墨不泰 在你三日之内 退回克尔亲部 从此听平改嫁 不再 爷 金猛关系事关重大 邱爷收回成命 饶了不墨不泰福尽这一次吧 若儿你起来 我如果不要你再跪我 你竟然前 为了一个侮辱你的人 给我跪下 侮辱我是小 金猛关系是大 求爷收回成命 不然 我就不起 你起来不 你起来不 我什么都随你 谢爷 谢贝勒爷开恩 谢不用让父亲美颜 不母不胆 罚你游进房中三日 不得外出 小苏渐月祸主 死罪可灭 我罪难逃 拉下去 账罚无事 谢非可 谢不用让父亲美颜 母亲 我 这么这么烈 好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我 你 我 我 尔赫附近 刺客一事 不慕不态附近的丫鬟小苏 已经认罪 爷说这几日委屈你了 梁薄不过人心啊 爷说委屈我了 没救 下去吧 是 替我解扣子 你又不是没长手 好 自己解 书都不让我好好看了 你与我欧妻这么些日子 也不好好补偿我一下 我补偿你 明明是你不讲道理塞仙 应该是你补偿我才是 是 好啊 那我就 好补偿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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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从会在心底有一丝欢喜 那是在云里屋里的生机 心疼你一个人抗弃 你却是我最骄傲的珍惜 有人 你可喜欢我这般亲你 不同心事又相同的 默契 是爱情 将两颗星星 凝结成血脉 无论代价 想和你在一起 一辈子不离不弃 想再都转心一致情 别能找得到你 想把梦醒的欲照 化为飘渺 我都会在这里 陪你等黑夜破晓 我都会更好 会更好 今天就想サイズ 成功了 揭替我 就是一名的 沉河 那是天会 虽然去 你却在尽身边 就虽然去 我们都会对我们 最后一天 你再不得到你 你可喜欢我这白鸡 再偷转心一致情 也能找得到你 想把梦醒的雲飘 花泪飘渺 我都会在这里 陪你等黑夜破晓 阿胜 阿胜 你别哭 阿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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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没事没事 这是苏恶梦 你要去大韩府了 现在几时啊 冒失刚过 你睡得太少了 都怪我 昨天晚上打扰你休息了 胡说 有了你啊 我才休息得好呢 你再睡会儿 我回来 带个礼物给你 好啊 来 来 来 你要去睡醒 我跑不过去 你睡觉了 我会在哪里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你睡觉了 我睡觉了 你睡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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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近 什么事啊 附近 您的书 附近 今儿个您是怎么了 从早上起就一直心神不宁的样子 我也不知道 可能是这个房子里太闷了吧 奴才 陪您出去走走吧 也行 走吧 这房子 傅悠然附近来这梅园之中 想必也是爱梅花之人吧 辣梅淡雅 香味并不浓郁 想来能赢得不由然附近的喜爱 果然很好玩 谢谢折折附近 折折附近 这两年都偏聚在这里 贝勒爷怎么如此糊涂 竟如此可待附近您 贝勒爷怎会糊涂 贝勒爷只是太过重情重义 不愿辜负那个对他最重要的人罢了 不由然附近 有的时候我真羡慕你 不畏能得到爷的垂青 只为能在这世间 得到一个彼此真心相待的人 折折附近 为了皇太极与柯尔亲 如此委屈求全牺牲自己 真是难为你了 生在贵族家的女人命运本该如此 只能有家族大义 不能有个人小情 是 出身民们就要背负家族荣辱的责任 不能选择自己想要的生活 有时候还不如奴才自由 是啊 只是我已接受了这个事事 可布木波太年纪还小 又对贝勒爷一往情深 误以为感情是努力争取 便会得来的 多有冒犯附近的地方 我代他向您道歉 还求您能原谅 主子 主子 您当真就原谅布木波太了吗 布木波太是性格刚烈 敢爱敢恨之人 又何须我原谅 你可知这贺图阿拉城里 也出过好几个这样的女子 附近 您这说的不是您自个儿吗 我看你这个嘴啊 是越来越厉害了 我说的是姝尔哈齐的女儿 孙黛哥哥 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贝勒爷说得真没错 附近 您总爱操心别人的事 这么小也在府里当差 她额孽是大福进房中的小侍女 所以自小在府里当差 真是荒唐 这个年纪正是读书写字的年纪 她叫什么名字 哈继兰 哈继兰 奴才在 你过来 是 奴才给不悠然福建浅安 哈继兰 我问你啊 你给我读书写字啊 那你想学吗 我问你啊 你给我读书写字啊 可我额孽说 我们这些当奴才的 唯一的职责 就是伺候好主子 不要想些没用的事 你额孽呢 说得对 说得也不对 只有学习好了 才能更好地伺候主子 你若是真想学习啊 每日午后 你到我屋里来 我教你 还不赶紧谢谢我们福建 遇见我们福建 是你这辈子 最大的姓氏了 谢谢不悠然福建 不客气 子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月乎 学而时习之 不亦月乎 嗯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孕 不亦君子乎 进来吧 若梦子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 《西纠》 学而时习之 不亦月乎 此曰 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 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人不知而不虐 不亦君子乎 人不知而不虐 不亦君子乎 听说你今日就要小侍女们 念了一个时辰的书 她们本就到了 该读书写字的年纪了 出生好坏梅的选择 但是既然有机会 君应该让她们多学一点啊 你一直都是如此的温柔善良 又编排我 那既然这样 我求你一件事情可好啊 莫说已一件 只要是你要的 我都给你 你可别说大话 先答应了我才是 说吧 折折福晋 是可尔沁部落 芒谷四部落的独女 可尔沁有两位福晋 既然你现在 已经将部幕布台幽静起来 那么 可否让折折福晋 回到原来的寝坊 我是怕闲人听到了 搬弄是非 到时候 又要说你打压可尔沁的势力了 那就不好了 我近来也有此打算 这样吧 我今日便传令 让善善 祝回原来的屋子 对了 韩阿玛今日决定 攻打喀尔卡 炸鲁特部 你是说 韩阿玛不亲自踏跑喀尔卡 她怎么也不能安心 韩阿玛 她致意亲政 今日在殿前点兵 二哥主动请应 愿领兵打头针 我自然是无从推决 那我跟你一起去 我跟你一起 随挣扎鲁特 那个地方地形我也收 我肯定可以帮到你的 你这是胡闹 打仗又不是儿戏 更何况你一个女人 如何在战场上 抗衡那五大三族的蒙古兵 你乖乖在家里 我会尽快回来的 我不要 你去哪儿我就会跟到哪儿的 你休想把我撇在家里 我可不要沦为你那些妻妾一般 整日只能等着你 却没有任何期盼 这不是一码事 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 我是不愿意看到你的战场上犯险 你能犯险为何我就不能 与其在家里干着急 还不如跟你一起上战场呢 我可不想一辈子 都被困在这无趣的牢笼里 你这样 就好比是用一种残忍的手法 再慢慢扼杀我的生命 有人啊 黄太极 如果你不能满足我这个要求 那去还我自由吧 好 我答应你 真的 真的 那 你要派一个人 教我习武 好 嗯 还有件事 嗯 那个叫安生的孩子 我已经让萨满 做法活葬了 姑姑已经送回苏蜜村 你现在可以安心了 原来你什么都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这些夜里 可我喊着安生的名字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痛啊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心痛啊 谢谢你 你从来都没有问过我 却知道我在想什么 这就是你扫上说的礼物吧 我很喜欢 笨女 这就满足了 我准备的礼物还没拿出来呢 你未免谢我谢得太早了吧 来 这 这不是原本那串 但款式还有翡翠的质地 都模仿得极为相似 你就将就着带着玩吧 这么多年了 你竟然还记得 当年你盯着韩阿玛送给阿八海父亲 那个碧玺翠玉手串 眼睛都挪不开了 我便暗自发誓 有一天 一定要送你一串 当年的信口开河 任性直言 我都已经忘了 你居然还记得 你这是哭还是笑啊 你若不喜欢 那还给我 谁说不喜欢了 这要是你喜欢的 无论是什么东西 我都一定给你拿到 你若不喜欢 我这些年的隐忍辛苦 又有何意义呢 你要怎样都好 只是不许你再离开我 不离开你 附近 你有什么想使唤奴才的 就直接说就是了 奴才不敢教你 也不敢伤你 什么 你不敢教我 那怎么行 你必须教我 还得教会我 不如 我们就试试这个吧 看招 顾奶奶 这长矛 比两个你还高呢 你怎么举得动啊 来来来 给我给我 不成不成 这差事 不是要奴才的命吗 这么重 这 这个轻便 练这个吧 来吧 这 爷 郑白旗兵将名册都在这儿了 我要你悄悄备好一支小分队 都备好了吗 都吩咐好了 挑的都是队里拔尖的 你给我找城内最好的兵器工匠 奴才明白 全笔照着爷您的武器标准去做 挑最好的材质 这是样式 此短刀为女子所用 长短必须控制在两尺一寸以内 男子刀刃往往求重求稳 动辄百时金 而此短刀方便随身携带 需时金以内 材料以柔钢为意 是 去吧 诺贼师手 请扶尽将罪 没事 我伤了痛了都不怪你 但要是交不好 我才要罚你呢 再来 诺贼师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